这碗面真的稍微有点夸张 大家好 这里是马克干饭日志 今天网友推荐我们来到了渔航区这一碗面 然后今天我带了一个我的兄弟过来一起吃面 我们去吃面好不好 好 给你上电视 搞不搞 这是我最新的拍照 腰花爆扇虾腰 虾 虾 虾爆扇腰花 虾爆扇腰花特别贵 它一碗是75块钱 这个价格摆在这里 说明他们店 我感觉应该是有点好吃 好好 谢谢 来 来 哇 你还会打干呢 这碗面真的稍微有点夸张 就其实他们这个黄扇是卖完 是好说胆说老板从别的那边云过来的最后一碗 哇 这碗面确实看着蛮有食欲的 还有虾呢 一块钱硬币那种标准水准 虾爆扇腰花面 虾爆扇腰花面 75块钱 不便宜 又有腰花又有爆扇 我就觉得 我是比较可以接受的标准 仔细看它这个爆扇 其实爆得很透的 这种可不可以算是浓油赤匠 我搭档去撕会面 哦 它这个爆得好了 我相对比较说它这个爆得好 它骨头没有剃得很干净 如果爆得透的话 咱们把那个骨头也爆得脆脆的 可以一起吃下去 鱼黄面料 嗯 蒜蒜黄面料 好吃的 它的面料就圆圆的 其实它面条是没有吸很多汤汁 就放了它 我们已经放了有一点时间了 没有放开 里面料也蛮多的 千张青菜这种小配菜 这里的这个刀工师傅真的有点好的 所以我觉得腰花好好吃 刀刀切的小不小 跟它有很大的关系 这一口下去还不是满满的幸福 胡椒粉没吃 嗯 就我现在这碗面 面材基本吃完了 剩下的全都是料 料是真的有点多 鱼上面好像也蛮好吃的 就虾这个东西实在是太吃得太累了 你看这个河虾里面还有汪 嗯 同学我觉得 往这么远来吃这么一碗面 可以啊 挺香啊 我觉得还是满满的 以上就是满满的 全部那个 再加关子 下棋了 哦 哦 现在翻下来了 哈哈 走